看全球的生育率呢 连美国的中情局CIA都非常关心了 因为如果有一个国家生太少的话 就会出现所谓的国安危机 那CIA就做了这份今年全球的生育率雷的一个预测 发现亚洲垫底 也就是生育率最低的五个国家 来看看台湾的生育率真的是惨不忍睹的 那台湾的生育率呢 今年预测只有这个1.07而已 韩国的生育率是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1.09 新加坡是来到1.15 那台湾已婚的女性当中 72%的人选择不生 主要的原因呢是怕太晚婚 怕变成高龄产妇 所以就干脆选择不要生了 那已婚的男性呢也不生的原因是因为 钱赚的不够没有房子 所以养不起孩子也不敢生 那专家就堆促说 其实台湾应该鼓励生育的 应该要仿照的是加拿大发放牛奶精的政策 好 怎么发牛奶精哦 只要是小朋友0到6岁的话 政府发一年15万块牛奶精 那小朋友是6到17岁的话 政府一年也可以发12万 台湾生育率始终低迷 愿意为碰上疫情 大家不敢出门 对生育率会有帮助 没想到在台湾却创下历史新低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6万5249人 是历史新低记录 死亡人数则是17万3156人 首度超过出生人口 美国重情局CIA近期更公布 2001年全球人口生育率预测 全球227个国家或地区 垫底的5个国家都在亚洲 分别是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南韩 而台湾则是世界倒数第一 每名15到45岁的台湾女性 只会拥有一点07个孩子 可能照顾自己就很难 然后还要再想说照顾小孩 会有一点压力 因为生小孩很辛苦 养小孩也是 还要考虑到开销什么的 民众对生育有诸多忧虑 再看看今年第一季新生儿出生人数 只有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七人 比过去同期减少百分之十三点六 妇产科医食优先 今年的数字恐怕要再创历史新低 今年如果从过去前三个月的统计来讲 这三个月是非常惨不忍睹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工作变得不稳定 他们就连结婚都会变得比较畏惧了 一届透露光去年结婚率 就下滑了百分之九到十 连带异想生育率 加上国内不孕症治疗补助条件 相较于欧洲国家较严格 导致可能很多人想生 却不敢生 若生育率再叹低 未来势必一个孩子要照顾很多长者 没有好的人口结构 劳动力也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三年新闻走过来 三年新闻走过来